这期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造人行政中央电视台 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 本期的新闻药店有 达赖喇嘛尊者向西藏青年传授佛法 达赖喇嘛尊者致函祝贺纳伦德拉莫迪 和全国民主联盟赢得人民院的选举 司政编发次人祝贺印度总领莫迪 在全国大选中赢得第三次历史性的胜利 公布其在最新视频中揭露北京掩盖 奇地多吉扎西被冤一案 英国和日本造人代表参加六四天安门事件 35周年纪念活动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西藏精神领袖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尊者 于本周一6月3号开始为期两天 在印北达兰萨拉的大臣法院 向来自流亡藏人社区各学校的青年学生 开示了中观制药等佛法 达赖喇嘛尊者在第一天的法会上发表讲话时表示 我们是流亡者生活在异国大乡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世界上的大多数人 对过去大师们伟大的论作并不感兴趣 而我们藏人将这一传统传承了一千多年 中国人也许还有越南人 他们虽然学习了经典 但并没有像我们一样沉浸在逻辑之中 在第二天的法会上尊者呼吁与会信众 每日思维和践行菩提心 同时赞养各级学校和普通民众 通过辩论学习佛法的努力 并表示这种方法有助于保护和推动 洗澡传统文化的活力 尊者进一步强调尽管他年事已高 但他却没有掉过一颗牙齿 他还提到了一个生动的梦境 我认为我能够正与犯了 我认为我有新的货币 基因有什么样的 以后有一次的货币 已经想到一国货币 需要洗澡 视频利用来讲 去世的家里 在一国货币 我们经常有理讯 因为我生成为 中国货币 希望你能描述 你的心意 我决定 我决定 不让老师 让我和你 描述 我对这个人 都很高兴 我想 把人给出来了 网上 阿世 那港政府做到 他們提到自由給民主團隊 他們想要拿不到 生不給你 沒那麼幾個月 他們想什麼了 我對不起 生不給我去 就啊 約5500多名 來自世界各地的信眾 參加了法會 其中包括57個國家的 1800多名各國信眾集遊客 此外還包括西藏兒童村學校的 900多名學生 160多名藏人大學生 以及40多名達蘭薩拉的藏人青年 和80多名各佛學班的成員 與此同時 根據達蘭喇嘛尊者辦公室 於6月3日發布的通告 達蘭喇嘛尊者即將於6月底 前往美國接受膝蓋治療 鉴於此 從6月20日起 尊者的所有行程 包括大眾禁見等活動將暫停 直至另行通知 另外 在為期六週的印度大選 於6月1日結束後 達蘭喇嘛尊者於本週三 6月5日 致函印度總理納倫德拉莫迪 祝賀他和全國民主聯盟 在印度國會人民院的選舉中獲勝 尊者在賀寒中寫道 看到印度旅行 其作為世界最大民主國家的責任 我感到無比欽佩和自豪 這些選舉表明了印度人民對民主的重視程度 同時印度是偉大的古代文明古國之一 其獨特而根本的特徵是非暴力和慈悲 並且越來越被視為國際社會的領導者 尊者還於本週一 6月3日分別致函祝賀印度阿魯納切爾邦首席部長 白馬勘朱和西青邦首席部長 普雷姆辛格塔莽在大選中獲勝 尊者在賀寒中讚揚了阿魯納切爾邦和西青邦 在發展和繁榮方面取得巨大的進步 並希望兩幫的首席部長 繼續努力改善弱勢群體的生活 以及祝願他們能夠成功應對未來的任何挑戰 實現阿魯納切爾邦和西青邦人民的希望和願景 與此同時 遭人行政中央司政編巴次人也與本週分別致函印度總理 纳倫德拉莫迪 印度西青邦首席部長普雷姆辛格塔莽 以及阿魯納切爾邦首席部長白馬勘朱 祝賀他們在最近舉行的國會和地方議會選舉中 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 在致給莫迪總理的賀寒中 司政編巴次人將選舉勝利 歸功於印度人民對莫迪的持久信任和強大的領導力 以及全國民主聯盟對國家進步作出的承諾 司政在賀寒中感謝印度政府和人民 幾十年來對達莱喇嘛尊者和流亡造人社區的 長期支持和熱情款待 司政還強調了達莱喇嘛尊者致力於 父性古印度智慧的偉大壯舉 並感謝印度中央和各邦政府 對這一偉大使命的支持 司政在寫給西京邦首席部長的賀寒中 回顧了去年12月份 達莱喇嘛尊者因首席部長的邀請 訪問西京的情況 並且代表藏人行政中央和西藏人民 向他表達了謝意 而在致給阿倫娜夏爾邦首席部長的賀寒中 司政編巴次人在表達祝賀的同時 強調了白馬勘捉與西藏人民的堅定友誼 以及他對達莱喇嘛尊者的無比信仰 並表示您的領導對促進流亡藏人社區的扶持 和繁榮發揮了重要作用 對此我代表藏人行政中央和西藏人民 向您表達由衷的謝意 並祈禱您的任期內各項事業取得圓滿成功 此外 根據近日來自西藏境內的一段最新視頻顯示 遭中共判處重刑的西藏知名企業家 多杰扎西的姐姐公布吉 在視頻中披露了北京市人民檢察院 在多杰扎西被莫須有的罪名判處無期徒刑後 拖延對她的重審等非法行為 公布吉在視頻中提到 大約在78年前收到一封北京人民檢察院的信函 該信函指出 多杰扎西案將在三個月內重新開庭審理 但八年過去了 她的案子還沒有重新開庭審理 為此她多次在拉薩向西藏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上訴 可結果屢遭當地警方的毆打和拘留 至今中國的法院仍未對此作出任何裁決 在2024年5月28日錄製的另一段視頻中顯示 公布吉的手臂上有明顯的瘀傷 疑似遭到中國警方的毆打所致 請繼續收看本期節目的最後一則消息 在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35週年紀念日之際 為了緬懷當年大屠殺中的遇難者 以及表達對中共當局極權統治的不滿 流亡英國和日本的藏人於6月4日當天分別在倫敦和東京參加了相關的紀念活動 當天流亡英國的藏人聚集在倫敦曼切斯特的聖批德廣場舉行了一場紀念集會 來自香港 台灣 格魯奇亞 維吾爾和烏克蘭的團體也參加了當天的紀念活動 與會各團體的代表均發表了強有力的演講 共同譴責中共的極權壓制政策 強烈表明了反對中共極權暴政和對世界各地的擴張行為 而位於日本東京的支持中國自由與民主的中日非政府組織 於本週一 6月3日在日本國會下議院 舉行六四天安門大屠殺35週年紀念活動 藏人行政中央駐日本代表 慈王家部阿若亞博士 應邀出席活動 並在發表講話時 代表全體藏人民眾 對35年前六四天安門事件中的所有受害者表示哀悼 以及聲援中國 香港和台灣等地 反對中共殘暴政權的鬥爭 他強調 民主是不可避免的 西藏人民願意與中國的兄弟姐妹一起為自由和民主而奮鬥 包括日本國會前議員 經濟部前副部長穆遠慎修 日本中國對話組織的代表錦出貴太郎 國際特赦組織日本分部的北景大埔 維吾爾代表大會日本分部的代表 薩烏蒂 莫荷曼特和日本國會跨黨派人權外交聯盟的代表 殷錦秀議員等相續發表講話 在譴責中共政權殘暴統治的同時 悼念和追思了六四事件中的遇難者 觀眾朋友 以上就是今天節目的全部內容 以了解更多有關西燈境內外的訊息 請登陸屏幕下方的網址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下期節目 下會